大家好,我是哲武的志工,我叫凱瑄 那其實,其實我的正職也是工程師 對,其實也是很血汗的一個行業 那平常其實也是要輪業發展什麼的 所以其實對於勞工議題 我自己也是相對是比較感興趣的 那其實在台灣,在台灣其實大家都會講說拼經濟 不管是從政黨,不管是執政者還是在野的政黨 還是說我們一般百姓,大家都會說我們要拼經濟拼經濟 可是大家都沒有去想過說我們到底是拼誰的經濟 像這些執政者他們在講拼經濟的時候一定都會講兩個東西 一個是說我們就是要開放,我們要自由經濟 我們只要對外開放,經濟就會變好 但是從不管是之前國民黨或者是之後民進黨即將執政 那這些爭議,不管是之前的服貌、貨貌還是未來的TPP 這些都是他們所謂的政策想要開放 但是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去思考說這些所謂開放的自由經濟的政策 到底對於社會的影響有沒有經過審慎的評估 那對於相對弱者是不是有沒有一些補救措施 甚至於去思考說所謂的自由經濟是不是公平的經濟 自由經濟不代表它是公平經濟 這個是大家很容易迷思的一個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是所謂的減稅舊經濟 這個也是之前馬政府的政策 認為說只要減稅之後經濟好像就會變好 但是減稅之後這些企業省下來的錢 有讓大家的薪水因此變高嗎 好像沒有嗎 那到底減稅救經濟又是救誰的經濟 我覺得這都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那台灣的民眾也都會想說我們要拼經濟拼經濟 選出了一個新的政府也希望改定經濟 一百多年前的時候在這個美國的芝加哥 那當時因為美國的勞工 為了要爭取他們的工時 要降到呢 這個他們認為應該是一天工作八小時 然後自由時間 自己的時間八小時 然後呢睡覺八小時 三八二十四 這是一個他認為做一個勞工應該有的 應該有的工作尊頁 就應該要這樣對不對 工作八小時 那剩下的八小時就是你自己的自由時間 自由的時間你可以家庭 可以跟家人聚會 也可以參與公共事務 其實更重要的是參與公共事務 像大家來這邊就是一種公共事務 那是一個公民社會 形成公民社會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實踐 他認為應該要這樣 那當時因為公時都很長 那芝加哥在一百多年前的時候 其實就是美國他們的工業 剛發展工業的發展的地方在芝加哥 所以當時的工人其實都非常的辛苦 他為了要爭取這個權益上街頭 那上街頭結果引發到 上街頭罷工 然後引發暴動 然後後來這個警察 警察介入 那當時是開槍 開槍現場有人死掉 然後還不打警 後來那幾個帶頭的工會幹部 全部被抓起來 然後呢 全部判死刑 大概有五個判死刑 再一百多年前 大概一八五五五左右 那你就知道說 所以後來那一件事情 大家認為要紀念這些勞工 因為大家爭取這樣的勞動尊嚴的生活 成為後來大家覺得說 對 工作時間就應該要把三個八二十四 這是一個勞工人性尊嚴的生活 所以呢 大家為了紀念 所以大家就努力勞動 你可以看到全世界這個 到五一勞動前那一天 都有各式各樣的活動 好 好 那今年五一這個台北也有 台北也有遊行 大家都有 有遊行 不過呢 全世界呢 五月一號都是勞動節 但是呢 我有一個國家 他的勞動節 Labor Day 不是五月一號 哪一個國家 就是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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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 Labor Day 你送我們去啥 Labor Day 在美國 不是五月一號 全世界 因為 因為這種國定假日 是政府訂的 他 他會覺得 當時 欸 公安派人家 很減少的 你 你還要提醒大家 那天 大家 那天進入做一關 事情 所以呢 他就把他轉移 他就在九月的第一個禮拜一 九月的第一個禮拜一 是美國的 Labor Day 那 他很厲害 我發現 他為什麼要訂在那一天呢 我後來去研究 我發現 他超厲害 他去操弄 或者去讓美國的勞工 忘記那件事情 然後他認為 他把Labor Day這個東西 轉化成一種 家庭歡樂聚會 對一個節日 美國勞工一般都 都不知道Labor Day 這個 五月一號這件事情 他們只知道九月的第一個禮拜一 那你想想 九月的第一個禮拜一 意思就是說 連放三天嘛 對不對 就因為連放三天 而且九月的第一個禮拜一 那連放三天 那你知道 七月八月就是學生放暑假 所以呢 他的意思就是說 那第一個禮拜一 就是有連放三天的假日 所以那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讓家長 沒有藉口 不帶小孩子出去玩 你一定要帶小孩子出去玩 因為呢 意思就是說 學生啊 那個暑假啊 都已經 都已經那個 然後家長暑假也沒有時間陪他們玩 然後所以呢 那個小孩子就會說 那最後一個連休三天的 你要帶我去度假吧 那家長就說 好吧那我就帶你去 因為接下來就要開學了 就要認真念書了 所以呢 美國的Labor Day就是一個家庭的節日 你就可以看到 那一天呢 就是他們什麼打職棒 啊 看職棒呢 什麼 買三送醫 什麼大特價 他們有辦 類似各式各樣這種 你看有沒有厲害吧 你搞砸 第一強國不是完結 好 那我只是 我只是在說Labor Day其實是這樣 那 你就知道說 工作時間 所以當時的勞工會有一個 Eason Work 也有尊嚴的勞動 就是要這樣 但是 台灣的工時 你看 八小時耶 工作八小時 自由時間八小時 睡覺八小時 台灣的勞工 對啊 這是台灣最幸福的企業的人 對啊 都已經要同 那更何況其他的 台灣的工作時間 全世界第三高耶 第四高 第三高 第三高 非常的高耶 這是官方的統計耶 工時那麼高 過勞的情況那麼嚴重 那我們拼經濟拼到最好 拼到過勞 這是我們要的嘛 所以 所以你看 台灣的這個經濟 台灣過去到現在 包括這個 包括他 他在中科上班 你剛才你說 你在哪個企業嗎 沒有講 沒有講 他不要講 他在中科上班 一樣 台灣呢 台灣呢 過去的經濟發展呢 大家認為說是一個經濟奇蹟 那 我覺得那根本不是奇蹟 那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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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一個台灣 剛好在那個 東西冷戰的那個階段之下 你得到 美國的一個市場 然後呢 你就進行這個 代工 就是那個歷史窗口這樣子 而且這個 你就知道 台灣的經濟 你看喔 台灣全部都是做這個代工 而且銷價競爭做代工 從以前的衣服 霧鞋 雨傘 電子計算機 玩具 以前 到現在 換了一個 換了一個 變成晶片 或是低潤 或是換成這樣 基本上都是做代工 所以做代工的意思就是說 替品牌廠商代工 咱以前 他以前做這種T恤 做衣服襯衫 那他就是掛 譬如說 某一個品牌 某一個品牌要求 幫我做 然後做完以後 就會賣到美國去 美國這個市場 就是賣美國這個市場 就是這樣子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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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是靠這種經濟 沒有 是賺這種錢 是用代工的錢 所以 所以當時呢 當時台灣的經濟 1970年 80年這樣高速發展 是因為 有很多 原本在美國自己的設廠 那時候 等於是美國的那個 外移 企業外移的第一波 因為當時 很多都是在美國生產 美商 在美國生產 後來因為 有了這個歷史機會以後 台灣成立很多加工 如果有去免稅 所以呢 這些廠商 全部換移到 不管是韓國 香港 台灣 這幾個所謂亞洲市場的國家 然後代工 賣回去 台灣就是做這種 其實是一個 因為人力相對低 而且人力資源的數值 是相對高的 在台灣 所以 而且 而且 那個時候大家都勤儉持家 都拚了 你可以一直抄 所以 是這樣子 那你接訂單 你就可以保很低的價格 而且彼此競爭 在台灣 不同的牆上 彼此競爭 去拚 去拚的 過去是這樣 發展也是這樣 所以其實 我們的勞動基準法 你很難想像 我們的勞動基準法 1984年實施 我們的勞動基準法 為什麼要實施勞動基準法 大家有沒有想過 1984年那個時候 還沒有解嚴 沒有任何的勞工運動 沒有勞工上街頭 為什麼國家要定個勞動基準法 保障勞工 1984年 為什麼 其實很好玩 是美國的壓力 是美國的壓力 美國有什麼壓力 很簡單 因為呢 當時台灣 就是大量的 美國資本外移到台灣 造成那份美國勞工失業 所以呢 美國的工會 就開始 就說 奇怪 到底是誰搶了我們的工作 美國的工會 他們也是焦頭爛的 官場一堆 結果找找找找找 找到台灣來 有一個地方叫台灣 然後那個勞工 都抄下去 都抄下去 教班都這樣 那國家又沒有任何勞工法令保護 怎麼會得了 難怪 所以其實當時美國政府是用 台灣正在進行一個不公平的貿易行為 這種壓力要制裁台灣 他說如果你不立這些勞基法 勞動保護的法令 我就要控訴你 變成你是不公平貿易行為 不公平貿易行為 你進口到美國的貨品的關稅 我要懲罰你 報復性關稅 懲罰你 那你進不來 怕死啊 當時的政府嚇到 那還得了 所以 而且在那個時代 所以他趕快訂了一個法令 叫勞動基準法 就抄日本的 日本也有勞動基準法 把它抄過來 因為漢字都很像 我們的法令很多也是抄日本的 對不對 我的法律本來很多法律用語都是抄日文 所以就把它抄過來 勞動基準法 是這樣來的 是這樣來的 所以你就知道說台灣是在這一種 那個1984年 可是1984年其實台灣的這個代工經濟已經到達一個到處 已經台灣是這樣子拉起來 可是你知道1990年代以後 因為中國改革開放 天安門事變以後 中國改革開放 大量的比台灣更年假的勞動基大量釋出 所以呢 你就知道說 台灣在1995年以後 開始大量的惡性官場倒閉草 當時台灣的傳統產業 那個時候1995年 透露一下我的年齁 1995年那個時候 我才剛從學校畢業去做 涉及勞動運動 哇那個時候就是遇到那種官場潮 官場潮 然後到處抗爭這種事情 一大堆 對啊 然後 結果呢 你看喔 那 大家都 官場 所以呢 所以其實齁 其實只不過是當子接單的台商 他照樣接單 其實那些人都照樣接單 但是只不過把生產基地移到中國而已 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台商 其實台商在全世界的這種全球化的加工煉營 他扮演這個角色 因為他從1970年到80年代 跟這些品牌上已經建立好關係了 所以呢 他到中國去 中國去 然後只不過呢 那個代工的 是變成中國的廠商 其實郭台銘就是從這樣子發跡 他一開始也在台灣做這個 但是到中國去以後 他的規模可能放大100倍 郭台銘的紅牌大家知道嗎 紅牌其實在幹嘛 很簡單啊 因為 因為呢 他就是做最後組裝的工作 把這些所有的零件 都塞到那個iPhone手機裡面 都塞到電腦裡面 那你想想他 他最後可以塞得進去 而且 他所有零件 譬如說 是台積電的什麼 什麼CPU 是誰的什麼什麼 就全部來 我來這邊 我可以把他塞得好好的 位置安排 弄到機梗裡面 生產出來 他的競爭力啊 紅牌以前就做經濟機 做模子 在台灣其實不大 可是後來就擴大了這個事情 看來就是一個 台灣過去的代工 其實一直到現在 台灣的你看中科 南科 竹科 這些科學地區 都是做這樣的事情 到現在為止 都是 而且呢 越可怕的是現在這些產業的 投資門檻 越高 越資本密集 然後呢 人力越少 門檻非常的高 以前呢做鞋子 做那個衣服 他還有衛星廠商 投資門檻還很低 所以呢你很容易呢 可能你 黑手店變頭家 以前 這個常常你在那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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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廠做 後來你就自己剛好出來 再做一個小工廠 這個很容易這樣子 現在沒有 現在 那你可以看到 左邊那個就是他在這個 鴻海在中國的廠 他 鴻海在中國 雇傭的勞工有 120萬人 我請問台中市的人口多少 我不曉得 他在中國 那他隨便一個廠 譬如說他在那個深圳的那個 龍華廠 就30萬人 一個廠 一個廠就30萬人 30萬人耶 30萬人是什麼概念 大家想想看 可是台中市的某一區 把他圍起來 全部都是 就是他的 對啊 他是這樣子 120萬人 120萬人 其實沒什麼 台灣都這樣 因為齁 以台中發跡的 像那個 保存企業 是彰化發跡的 全世界代工 所有的布寫幾乎都是他代工 你們 你們腳上穿的 可能都是大概 中國生產的保存企業 他的員工也是 有三四十萬人 也是一年生產的 上千萬雙的運行 很可怕 然後你看看 這個 所以 我們過去的經濟發展模式 這樣子堆砌出來 而且呢 而且這一些這個 這個這個 其實如果那個 照片大一點 我有在裡面 我有在裡面 這是去年的時候呢 我們就去那個 去他的那個 總部 他在那個土城開股東會 那我們就去給他 我們也沒有幹嘛 我們也沒有丟雞蛋啊 我們沒有丟什麼啊 我們其實就在他門口 然後呢 可是在他門口 我們 我們大概只有三十個人而已 然後去念了一封信 因為呢 在中國 白血病 中國 這個 鴻海的 他叫富士康 在中國 富士康 因為很多員工得白血病 那 這個 我們那時候 跟香港的一些勞工團體 因為他們在中國做調查 然後一起去 幫那個 白血病的一些 去念了一封信 希望轉交給股東會嘛 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 希望他能夠注意這件事情 對啊 結果呢 他就 他就抓跑 我們也沒有怎麼樣 然後他 他動員台灣的員工 這個 站在我們的後面 這個 這個 這個牌子的 後面 全部大概兩三百人 都是他的員工 然後那個 他的麥克風 比這 這個還出 比這個還大 然後我們的麥克風 是那種 放在地上那麼小 然後我們在講的時候 他就在後面 哈 說 鴻海 愛我 我愛鴻海 然後 我們太會記者講話 根本都 記得都聽不到 因為 因為他那個麥克風 比這個還大 逛逛逛逛 然後 他動了一遍 然後 他又在股東會上面 痛罵我們 這個 痛罵了十分鐘 整整的 直播了 因為有個記者問他說 啊外面有人在說 什麼什麼什麼 外面有這些團體 你的回應怎麼樣 哇 你的氣狗 他就說這些團體 是有拿錢的 他說我們有拿錢的 其實我們那時候想說要去告他 那時候想說 算了 我們可能告不贏他 他說我們有拿錢 他說是 或者外國勢力拿錢 直接團體去抹黑他 然後可以讓他呢 拿不到訂單 說讓他那個 血漢工廠 然後讓其他的企業得利 可以拿到蘋果 他說我們是拿這個人 這些人的錢 所以呢 所以這些都是垃圾走 而且是拿外國勢力的錢 我覺得這個 這個情況太那個 太那個 那 好不管 那我要說的是 其實郭台銘他的這種 生產代工的模式 其實就是台灣的這種 代工模式的極致 他的模式的極致 但是他在台灣上市 然後別忘了 他在台灣上市 而且呢 這個郭 你可以看到 這個血漢經濟的生產模式 我們可以看到 一般的生產要素 勞動、土地、資本 這個企業才能 這個經濟學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你可以知道 我們的 我們的經濟體育 應該是代工的模式 所以 勞動 不管是用低薪 過勞這種方式 引進 甚至引進國家 引進提供廉價的勞動力 引進勞勞務就是 出度外勞啊 台灣大概在這 過去的五年 引進這個 十多萬的 給傳統產業的外賣 給這些戶主使用 給這些戶主使用 而且 人數一直創新高 那這個其實是 這個 因為 當時很多產業 其實是要求 要脅威脅 威脅政府一定要給他 譬如說 本來外籍勞工 在一個工廠裡面呢 只能不用百分之二十 一百個勞工裡面 只能有二十個之外 這是本來的法律規定 那後來呢 他就放寬 因為 大概從2011年開始 一直要求 所以呢 就放寬到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 一個工廠可以用百分之四十 所以大量政經 這些外勞來到台灣 被大量剝削 那這個你就知道 他事實上可以透過很多政治手段 來警覺他人生 而且呢 使用派遣也是 這個使用派遣 這個也非常離譜 科學園區裡面 包括足科裡面 很多作業員是派遣 而且我還聽過 還不只作業員 甚至往上擴及到工程師 是派遣 這很離譜 在足科 股票上市公司 這非常非常的離譜 好 更不要說 土地 資本 這些東西 大家知道 土地 企業 要土地 那就是國家 徵收 甚至強制徵收 來讓他低價的使用 管豬用還是賣給他 都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大福的事件 大福的事件 其實就是 他們要徵收起來 要給你企業使用 對啊 他要土地 就要給他土地 對啊 但是政府不用徵收 他要人 他就要人 就要低價 他土地 他就會要 他資本 政府就要貸款給我 對啊 那很可怕 之前傳出台灣那種工電產業啊 就那什麼D-RAM LED啊 這些啊 都很慘 都要倒啊 而且喔 但是喔 他那個叫四大產業 四大產 就很慘的慘啊 他那個前面之前 我剛才說的那幾個四大產業啊 前一陣子其實 要倒 可是不能讓他倒 為什麼 他如果倒的話 台灣有很多家銀行要倒 為什麼 那個政府啊 他們那時候去顧算四大產業啊 政府好像是借給他們三四千億耶 那你如果倒的話 這些銀行要倒 所以 當時這些產業啊 就說 我經營不下去了 那你怎麼辦 就跟那些銀行說 我 沒錢還 你是 那個一借都好幾百億耶 不是說我們借一百多萬 好幾百億再借 好 結果 他如果經營不下去 沒有你想要怎麼 我倒在你一半 你花錢都沒有 好 最後還搞到要去協商 那就會說 好啊 那我這樣子啦 而且用政府介入 好啊那這樣子 五年齁 都不要連秉 本基地息都不要還 五年 等到你五年以後 才還要去行李銷就好 是這樣耶 所以你看喔 他的資金這些東西 企業減稅更不要說 更不要說 那你就知道說 台灣的這些 過去的企業發展 不過我看到現在這些高科技產業 所謂的明星產業 你們看到了中科 足科 能科這些 是耗費多龐大的社會資本 去堆砌出來 我們還更不要說 他動用的水資源 這一種 水 高耗能 他是高用電 然後高 這個用水 你可以知道很泥土啊 大家前一陣子 那個 Google Google跟FB 的那個 他的資料中心啊 要設在張濱工業區耶 Google 一個台幣 一個在高點站 對 結果 台灣啊 台灣的那個政府都 哇讚啊 哇台灣的經濟要飛了 哇這真是不得了啊 世界企業企業 我們要來台灣投資 我們要好高興啊 離譜 這值得高興啊 因為電價代幣 沒錯 欸 欸 他那個裡面都機房耶 硬碟耶 那怕死啦 那個是 那個裡面啊 很大一個廠房 僱用不到幾十個人 不到一個人 很少 那裡面呢 他裡面要幹嘛 沒幹嘛啊 就是你可以把想像 你家的那個電腦 百萬台放在裡面就知道 那就是空調啊 不然呢 空調要在這邊 讓他不能當機啊 散熱啊 這些東西 那他為什麼要來台灣設很簡單 因為電價太便宜了 便宜啊 人工便宜 而且土地便宜 他當成的一些工業區 可能在那邊都 閒置過年啊 還要熟熟啊 做你啊 那這個是對嗎 那台灣為什麼有電價便宜 台灣難道有產天然氣石油啊 你自己拚出來 然後去發電嗎 沒有啊 對啊 你不覺得很荒謬嗎 大家如果去找一下 其實Google跟FBI他們 其他的那個資料儲存中心 其他的在哪裡 你知道嗎 北歐都在芬蘭北極圈裡面 在芬蘭北極圈裡面啊 在芬蘭啊 就是聖誕老公公的地方 那外面都零下二十度的 那都不用整天氣 那直接有用那通工給你省就好了 那外面都零下二十度啊 那在那邊最好 那都不用蒸天氣 那外面就在這裡 他設在 我們的那個 設在張兵還可以比他便宜 哇這樣實在是 那台灣還要高興嗎 我就覺得這個 這個不對 這不對 台灣不是要靠這樣子來 來去競爭的 欸台灣 那麼炎熱的地方 怎麼去設那個東西啊 就好像說 那種資料中心去設在那個中東一樣 熱得要死的時候 奇怪 你那個資料中心散熱的 怎麼會設在那裡 不可思議 但是政府還很多人還會 覺得說欸對對對 這個好像我們台灣的經濟有救了 沒有啊 台灣是靠 他的那個低成本 是靠這些東西去掠奪 堆砌出來的 我不知道那個地方這樣張兵 他搞不好跟Google 不知道談了什麼多優惠 讓Google這樣子下來 而且創造的工作機會非常的少 而且那些工作機會也不是高興的啊 因為那個東西都 那不用 那個 國中畢業就可以了 那跟他打到手 在那邊交代什麼變啊 那個 他那個長毛裡面 看他就騎腳踏腳 在那邊順 都一個 當機的看 就叫一個 就是這樣子 那個過程口 那裡面 全部都是硬碟啊 全部這麼硬碟在那邊跑啊 對不對 這很奇怪 那 所以 像我們這本書裡面都在講的是說 當然我們這本書講的公平經濟 不是說 台灣有一些什麼經濟發展的 我們要講快一點 但是呢 我們是覺得有一些公平經濟的產生的 社會基礎必須要穩固 這才重要 你在這個基礎上 長出來的經濟活動 才是 不是掠奪性的 才是符合分配正義 我們是這樣的 畢竟我們不是產業專家 我們不是說 台灣就發展哪個產業就會賺了 不是 應該是有一個 一個社會基礎之下 它自然長出來的 譬如說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大家都會說 什麼德國的汽車 哇讚啊 每個人 不是買雙B的 ODY的 保時捷 大家又要賣這個 他的汽車 為什麼 大家覺得這個 德國汽車 兼顧啊 奇怪 開了就很順啊 奇怪就是不一樣 好 好 那 但是你知道 那那個就是 大家都知道 因為德國是因為工藝 大家都對於他們所謂的工藝技術 就覺得說 它是很好的 這個很精良 所以它發展出來的工藝產品 我們大家都非常 但是你知道嗎 那種技術的累積 是累積在人的身上 那機器沒辦法累積 人 人是很重要的 那德國的工藝 為什麼能夠有累積這些技術 它是百年累積下來的 對啊 一代一代傳下來 那德國的 所以 那為什麼可以百年的傳承下來呢 很簡單啊 因為他們的勞資關係 是非常穩定的 勞資關係穩定 所以德國因為有工會的保障以後 讓他們這個企業內的勞動力士長 非常穩定 然後呢 塑造成這種的 穩定的勞資關係後 自然呢 他就一直待到退休 待了工作 然後呢 年輕人進來 就傳承 不斷的傳承 不斷的累積 上百年 這樣子弄下來的 對啊 你如果以台灣這種流動率那麼高 或是台灣 那 台灣是靠什麼綁住勞工 台灣是靠什麼 靠獎金 高額獎金 他不是 不是一個 譬如說以德國這種工會 工會發展的集體勞資關係 那可能就是跟雇主之間有形同一些共同的利益 大家覺得對 我們大家就是為了這個公司的共同利益 那我們工會已經存在那麼久了 你只要進來有這個體系 那你從這一邊工作的穩定 甚至呢工作價值 那企業呢 獲利以後 因為有工會 所以企業獲利以後 他也會比較平均的分配給這些勞工 那勞工就會覺得說 唉 我這麼努力有代價 你看 這個不是老闆拿去賺錢拿去炒豪宅 不是說公司今天賺錢 那些錢都奇怪都沒有本領 奇怪 明明今天公司賺那麼大錢 為什麼 老闆就去買豪宅 沒有 分給大家 所以 他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深遠的勞資關係的基礎之下 去建立出來的那個技術的基礎 那不是 不是靠台灣 這個動不動這些高科技場 譬如說 你知道嗎 用高額獎金 譬如說 來喔 我給你高興挖腳 怎麼樣 那這種很惡質的 惡質到什麼 你看喔 台灣人 很多那個高科技的前一陣子 我不是說的 就是台灣那個做手機的 他呢 就是 他自己主動報案說 他們公司的某一個副總 怎麼樣 是竊取公司的秘密 然後 調查局檢查官 殺死人的衝擊公司 然後 同步搜索他的公司 他家 他的家額 他的硬碟 全部都是說 他是檢舉 因為我們台灣如果是 竊取營業秘密的話 這個 事實上是刑法 法律是刑事 全世界少有的 一般都是民事而已 反正是用檢查官 供權力的力量 去幫那些科技業的大老闆 做他的 做他的爪牙 講白也是這樣 因為 如果這個公司 竊取你的利益 你可以去告民事求償 沒問題啊 你為什麼是用檢查官 你這樣子搜索 檢查官 萬一查無實證 請問一下 你怎麼還這些人的清白 可是台灣的勞資關係 用金錢利益去堆積 我剛才說 那個技術的累積 就會非常的困 然後再加上 我們剛才說 我們裡面講到的那些 勞動條件 不管是工資工死 這些東西的環境 都讓台灣過勞 長工程 低工資 這個事情 讓企業濫用 好 那這個東西 一直 才有可能 讓這個企業 不要走向這種選擔經濟的 那還有當然 我們剛才說 還有其他的社會工程 也一定要配合 這個我不講 這個大家 我講太多 裡面的書 就不會買了 對不對 大家可以仔細去看 那當然 這個 大家看有一些勞動保護 這個大家 好 我就跳過去 這個裡面都有 其實要出關係 好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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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數字 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 這個企業 台灣很好 台灣的企業 海外生產相反至50 海外生產 那如果是以通訊 這個產業的話 海外生產的比例 到達807耶 批效耶 將近9成耶 意思說他接單了以後 都在海外生產 但是呢 他賺的錢 都是算台灣的GDP耶 紅海在中國這些營收啊 全部都是紀錄台灣的GDP耶 所以呢 才會變成 台灣的經濟有沒有成長 有 我們的GDP有沒有成長 有 勞工的薪水有沒有增加 沒有 就是這樣 海外生產 這個非常嚴重 那個高科技產 也更嚴重 現在應該是九成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 稅越低 稅越低 所謂的FDI FDI 跟外國的在台灣投資 其實越弱 我們的稅 其實一直在降稅 一直在減稅 從2008年以後 一直在減稅 一直在減稅 前一張圖就是我在講的 光是那一年的期間 因為2008年的年底 有那個 雷曼兄弟的金融風暴 2008年年底 那時候 2008年年底到 2009年年初 是台灣失業率最高的 當時台灣的失業率 高達百分之八左右 百分之九 當時 那 當時非常高 所以那時候經濟很差 我那時候 2008年的時候 剛好來台中 有一次 經過台中的就業服務中心 我看了嚇了一跳 那官場歇業的人 就是領事業給付的人 把那個就業中心 繞了一圈 從裡面排出來外面 然後再繞了一圈 我看了嚇一跳 這麼嚴重 你可以看到 可是呢 那個時候因為這樣 所以台灣一年減了 兩千多億的稅 那時候 立法院緊急立法 說要這樣 要救經濟 結果減了兩千多的稅 結果現在 好 那現在經濟好起來了 那怎麼辦 這個稅也沒有減回來 但是呢 其實 這個減了以後 台灣的 這個就業市場 你說企業恢復了 但是就業市場 也沒有 也沒有回復啊 我們來看 對外投資 好 這個 這是那個 不當的 資本利的 誰可以 我剛才說 這是下面是那個 年所得 在 零到五十二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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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到五十二萬的這個 薪資 你可以看到 他百分之八十四都是薪資所得 他的鼓勵所得 還百分之五而已 他這個表的意思是說 你越往右邊呢 捏所得越高的人 其實他的所得 全部都是鼓勵所得 他的薪資所得 是非常大 大部分都是鼓勵所得 才會這麼高 那大部分像我們一般的 壽星階級的所得 其實都是薪資所得 那意思就是說 讓我們現在資本利的不課稅 就知道說 是多嚴重 這一些 我們的所得稅 稅本來是一個 社會重分配的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那結果我們的稅呢 是反而讓 評估差距更擴大 因為 因為有錢人他有能力 透過政治的遊稅 去讓他 繳得稅富越低 其實呢 因為這個資料他都不願意公布 其實我們那些台灣 你所謂的那些 很有錢的那些有錢人的富豪 他們每一年繳稅的稅率 都遠低於大家 我說的是稅率 都遠遠低於大家 遠遠 我們一般人繳的稅 如果是夫妻兩個 大概都會繳到百分之十二 十二%左右 百分之十二的稅率 那個等級的 但是這些有錢人 繳的稅的稅率都非常非常的低 甚至有些是一年都不用繳稅 反正他有會計師可以幫他做帳 做到他一年賺一百億也不用繳一毛的稅 這種事情是很普遍的 那 那等一下我會再留一點時間 那個 講眼睛的問題 那 自由貿易的迷思 剛才已經有說了這個 台灣一直有一個迷思 說 台灣一定要走出去 台灣以前呢 台灣在過去以前 哇 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國家 所以啊 我們的經濟起飛 是這樣 可是台灣呢 最近都開始鎖國 所以我們的經濟呢 就變差了 特別是兩千年以後 阿扁執政 鎖國 害死台灣 所以台灣不能鎖國 我們要開放 像以前一樣 你看我以前 這個 這個中小企業行銷全世界 然後那個拿著皮箱 哇 你看 別在台灣的東西 全世界都是 這根本鬼子蛋 為什麼 台灣在過去的經濟發展 根本不是自由貿易 台灣在過去的經濟發展 事實上是把國內 完全用高關稅 把自己封閉起來 不讓別人進來 那以前 可能大家都很年紀 我年紀比較大 以前蘋果很貴 根本不敢吃不到蘋果 開玩笑 很多東西它都是保護起來 那台灣那些東西 made in Taiwan 實際上都是 完全就是賣給美國而已 台灣哪有 那些東西哪有行銷全世界 那為什麼只賣給美國 很簡單啊 其實當時 講白一點 台灣幾乎就是 美國的殖民地啊 對啊 所以 它只是把丟這個給你 當你生產 然後你就專賣給美國 你的成績什麼 是靠這樣子起來的 台灣的產品 並沒有尋銷全世界 並不是說 靠著我們去 賣到哪裡 沒有 是靠這樣起來 而且台灣當時 高度的關稅壁壘 不讓人 不讓別人進來 靠這樣出來 是因為多虧了美國 他把這個最大的那個 消費市場 然後你來賣給我 賣給我 當時整個東西冷戰 對不對 東南亞還有中國那些 聯料都還沒出來 而且他認為當時 當時共產國家啊 包括越南也是啊 越共 對 越戰大師 那個都要防堵的啊 那準備跟他們做朋友 對不對 台灣是在那個歷史性下 台灣怎麼是一個 自由貿易的社會的不對 更何況 更何況 民進黨執政 這個2000年的陳水扁執政啊 他的任何數據都可以看到 他的開放 包括對中國的開放 都是有史以來新高的 任何的經濟的數據 你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很莫名其妙 好 那 所以說台灣要開放 不是 台灣現在所謂 抗自由貿易要開放 事實上是什麼呢 是 是因為 是因為 外國的東西 要打破這個東西 要賣到台灣來 要親死 要搶台灣的內需市場 有問題 是台灣的市場 要被搶 有問題 對啊 好 經濟 經濟越開放 越開放 越自由開放越好 不對 這個是一個比例 這個是一個 關稅 占出口總額的比 好 經濟成長越來越低 但是我們的關稅 避免事實上是 越來越低的 關稅避免越來越低 越開放 結果你的經濟成長率 反而越來越低 對啊 奇怪 台灣還不自由開放 開玩笑 台灣已經超級自由開放 你來看我們台灣的實質關稅 實質的關稅 平均已經是1.8% 韓國才6.8% 比我們高 而且呢 台灣的開放的項目呢 幾乎是所有的產品都開放 韓國 事實上只開放了94% 我意思是說 韓國事實上 比台灣還公幣 它的這個市場的開放度 那為什麼呢 但是它為什麼 我們想像中好像是很開放 很簡單 而且台灣韓國的經濟比我們好 比我們好 韓國在1995年的時候 勞工的薪資 比台灣還低耶 1995年 比台灣還低耶 薪資耶 現在韓國大學生畢業的薪資 是台灣的兩倍 韓國現在大學畢業生 一出去 他找到的工作 大概台幣都是6萬塊起跳 對啊 那為什麼 你們看到 韓國 再怎麼樣 很簡單 因為韓國它有 它在自己國家生產 屬於他們自己品牌的消費產品 自己國家生產 你可以看到 Samsung 那些包括汽車電視 半導體 手機 在他們自己國家生產 而且是他們自己的品牌 所以韓國的汽車是大量賣到美國去的 攻佔美國市場 請問一下台灣的汽車 有嗎 還是代工啊 換人家的牌子幾十年了 幾十年了 都這樣 那他們的面板啊 這手機都 如果你比1995年來說 其實都是 所以 所以他們的開放 韓國的開放 它指的是什麼 它指的是什麼 它有很power的自己的產品 賣給消費者 而且是在韓國當地設產 可以帶動韓國的就業機會 跟帶動韓國的經濟 所以它跟美國在談FTA的時候的開放 跟美國它有很強大的籌碼 因為美豬要賣到韓國去 美牛要賣到韓國去 韓國都說好 你賣 但是呢 我的韓國汽車 賣到美國 你關稅要給我降 你不給我降 大家來談 是這樣子在玩的 他們在雙方 可以牽得成FTA 當然 因為這個農民的 那個問題上還很大 但是最後一千成 但是 因為韓國有很強大的這個東西 而且 他如果他的汽車可以多賣 在美國多賣 你看可以帶動他們的就業機會 請問一下台灣如果要跟人家簽有的 台灣根本 沒有啦 台灣本土生產的東西 都是 都是代工嘛 他不是自己品牌這些東西 而且他帶動的就業機會 搞不好都在中國跟東南亞 對不對 對啊 好 我跟他說 那 那這個競爭力 這個台灣最喜歡的 這個競爭力的迷思 IMD怎麼全球競爭力 台灣的排名第三名 哇 都差不多了 然後呢 以前我們第五名 今年第三名 哇 舉國歡腾 大家放鞭炮 馬總統 這個 數字總統 他最喜歡講數字 對 我們在我任內八年呢 我平均排名幾名 比 比 比這個 陳水扁 李登輝時代 都增加幾名 所以我比較厲害 那我跟各位說 這一種是競爭力的迷思 這是一個非常光謬的事情 那台灣舉國都在搞這種東西 那 你有沒有人知道什麼叫 IMD 他們說是瑞士洛杉磯管理學院 翻譯成這個洛杉磯管理學院 那 這完全是鬼扯 為什麼呢 IMD的排名 是為了幹嘛 IMD 就是洛杉磯管理學院 其實他不叫洛杉磯管理學院 那哪叫洛杉磯管理學院 那台灣自己給他封的 是國際 他只是 那個學校設在洛杉磯 但是他是 International 這個 商業管理的一個 商學院而已 那裡面呢 都是 就私立的嘛 然後呢 就是 他招收各國的MBA 那種主管去那邊進修而已 那根本也不是一個很有名的學校 然後他編制這個指南呢 他要幹嘛 他編制的指南是幹嘛 是要讓 跨國企業投資的 他是要讓跨國企業投資的 譬如說那些大老闆要投資 所以我就看你這個評比 意思是說哪個國家比較好投資 排名因為台灣不錯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 這個IMT會提高 因為我們勞工的工時很高 所以他說這是有利投資 你看 意思是說那些老公都很高的 所以那個德文就高 顯然他裡面有說 這個顯然這個工時呢 比起什麼其他國家都會 所以意思是那些勞工可以 可以超更多 還有人就是說 譬如說 他的勞動自由度 什麼叫勞動自由度 很簡單 意思是說 我要解雇一個勞工 有沒有很自由 我如果可以很自由的解雇勞工 我可以用很低的成本 解雇勞工 那我分數就高 企業投資者就這樣子啊 對不對 因為我一個外商我去 如果我要落跑 的 誒 Mae 我付出的成本是很低的 那我趕快去投資 萬一我如果去投資 然後我如果要觀察 mana 要收起來 付出的成本很高 Meaning easier 所以呢 台灣的競爭度 會搶,搶在這裡耶 台灣的勞動自由度很高 比人家高,所以競爭力搶 那台灣很荒謬 連台灣所有的國民都說讚!對!台灣的競爭力超強 這荒謬,那當然裡面他有一些指標 譬如說什麼政府有沒有貪污啊,政府效能就政府貪污 那很簡單,因為對一個企業投資者來說 我一去,結果我要塞一大堆紅包 才能打通關節,那當然我不要去啊 所以他的IMD的這種評鑑 是在做這一種,讓這些競爭企業 指南啊,你看,現現的,譬如有一個老闆 有一百元,哪裡比較好 他看這個IMD,哇,這個不錯,台灣,喔不錯 就去投資,是這樣的 可是這種競爭力是我們要的嗎 我們為什麼要對這個迷思這些東西呢 我就覺得台灣很可憐 台灣真的很可憐 因為台灣喔,很像國際孤兒 那種,對自己都沒有信 因為台灣沒有國際地位 所以台灣就是對自己都沒有自信 然後大家就說台灣是小國 欸,拜託,台灣比歐洲很多國家都還大很多 好不好 不管是人口還是面積 都大很多 如果台灣去歐洲的話 也算是大國 他說,我們是小國 可憐 沒人買 沒人跟我們去 哇,第一名 哇,洋梅土氣 國際日電瓦發明展 哇 我們等了多少獎牌 我們日電瓦發明展 那個規模 那就是 比世貿展覽館還要小 那個是一個私人的展場 然後就是類似我們那種想想那樣 那我們要辦一個國際發明展 來 然後那辦發的獎牌 比那個參加的人數還多 台灣人就 哇 我們得了多少獎牌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 那個主辦廠商就收錢 就是收那個報名費 賺到油洗洗 那是賺台灣人 結果說 然後回國以後 就馬上 太多了 我不要講 大家如果去查 其實吳寶春麵包的那個世界冠軍 也是同樣的道理 那也是一個 法國為了要推展他們的那個麵包文化 他們也是一個私人的單位 去辦了一個所謂的國際麵包大賽 他要推展法國麵包的那個 最好全世界都來做麵包 去辦一個這個補賽 那就是一個很商業型的樣子 那不是什麼 哪有什麼 就讓台灣來辦一個世界蚵仔麵線大賽 對 我們要推廣蚵仔麵線 然後來參加的 哇 怎麼有一個那個英國人得了第一名 當然 當然我要讓他第一名啊 對不對 他明年才會來報名啊 我當然要讓他得第一名 我讓台灣人得第一名就可以 這樣我們要讓他得第一名啊 他回去那邊英國賣蚵仔麵線 對不對 蚵仔我們台灣出口去 讚 對不對 法國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所以他因為弄了這個以後 最好外國人得 因為這樣 台灣就很多人去法國學 法國麵包 對不對 看這個集 南代就是這樣搞出來的 我們要講很難當 有空不在講 我們要學點 好 那那個 那那個自由經濟 好 那還有一個也是傳統基金會 我講快點 傳統基金會也是 類似 還有另外一個排名也是 大家都說 我們傳統基金會的排名 什麼什麼 經濟自由度啊 很高 你看喔 經濟自由度越高的 頻率差距越大 經濟自由度第一名的新加坡 頻率差距13倍 香港第二名的21倍 台灣第二十名 經濟自由度 結果是6倍 你看 經濟自由度越高了 還頻率差距 這個是那個 後面是人家再去做表出來的 你知道 這是你要的嗎 你要這個排名嗎 對啊 請數字總統不要再那個 你看 他就說 這評價 我們看後面的 政府涉入經濟的程度仍多 貪腐跟導動市場的僵硬 持續拖垮台灣整體的經濟 第一次六度 勞動市場的僵硬 對啊 我跟一個人 資錢還要付資錢費 這太僵硬了 忽用一個人要付出的 還要幫他保什麼 勞健保什麼 啊 太僵硬了 這樣 他的評比是這樣子 對啊 這我就不談了 這個 其實這個傳統基金會 在美國是一個極右派的一個團體 他是共和黨下面的一個智庫 他是宣揚一種小政府 大市場的這種 這個極右派的團體 這個一個智庫 他們做的 他們做的這個評比也是一樣啊 就是給美國的商人來做投資的 對啊 那又要幹嘛 這經濟自由化的一些指標 當然 那一樣 你可以看到 這個勞動自由 你看 每多固域勞工的最低工資比例 雇佣額外勞工的主力 那個公司的僵固性 開除容易的難度 預告節目的長短 這之前的高低都影響經濟自由度 可以看到他的指標 對啊 意思是對勞工越不利的 他的指標越好 越自由 那這是我們要的自由嗎 這個大家都在思考 那 好 那 很快再講 那 台灣呢最近一直在說要加入這個 因為要經濟自由化 所以我們要加入 除了因為台灣2002年加入WTO 所以呢 我們 他一開始要更自由 所以要跟 譬如說跟中國簽福帽、貨帽 或是跟其他國家簽FTA 自由貿易協定 或是呢 加入所謂的美國主導的犯太平洋協議 譬如說TPP 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我簡單打個比喻好了 讓大家知道這個WTO跟這些的差別 WTO呢 就是一個全世界的組織 一百多個 所以呢 台灣在2002年加入了 加入這個組織以後要幹嘛呢 你只要加入這個組織 那這個組織之間的成員 彼此的會員國之間 彼此就不能有貿易 這個差別對待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同班同學嘛 就我們大家同班同學 所以呢 你簽筆要借我 我簽筆喔 橡皮擦也可以借你 互相互通有無 所以台灣加入以後 加入WTO 所以呢 你如果對美國特別好 如果你對某個國家特別好 那你對日本 對其他所有的一百多個人都要同樣的態度 那所有人都這樣 那變成一個巨大股 大家一進去 那當然有些 台灣進去的時候 開始有一些條件 譬如說台灣要開放到底市場 什麼怎麼樣 關稅要慢慢的 關稅要慢慢的降低 跟到大家水準 不能差別待遇 所以你在那邊是一個集體的 集體的是這樣 好 那因為集體的 所以有集體的保護 那大家在裡面玩這樣比較有保障 那 那 所以其實台灣已經很自由 台灣在加入WTO以後 我們很多關稅減讓 還有一些國內市場的開放 其實再多 都弄得入門票 我們很多市場的一個封閉 都已經在2002年慢慢被打開了 就這樣 那 那現在再來 他會說 嗯 那我們這個還不夠 譬如說我們兩個感情特別好 我們兩個是同學 感情特別好 可以穿同一條內褲 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兩個特別好 所以我們兩個之間 這個國家的關稅可以降得更低 那WTO也說好啊 那這樣子 意思就自由化成就跟他害了 那麼我們兩國 只要談得了 自願性的 我們只要談 那就可以了 那我們彼此之間來講 那對我們兩個都 只要能夠自願談成 就可以了 這沒有人強迫 譬如說美國跟韓國就談成 美國跟日本FTA就談成 那 台灣之前跟這個 中國要談的服務 台灣跟中國 都是WTO的會員國啊 那台灣跟中國 那時候要談的服務 不管是福帽還貨帽 都是在這種架構之下 就是一種FTA 就雙方如果要更低更好 那我們只要談得來 談不懂就算了 談不懂我還是WTO的會員國啊 是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感情特別好 所以我們可以降 那既然感情特別好 所以就會降 那台灣 台灣在這個 我剛才說這個是一種自願的 沒有人強迫的 所以他一定是一種 對雙方都有利的情況之下 才會談得成啊 因為是自願的啊 那你可以 我來舉個例子嗎 這裡來跟大家說 其實那種加入這種 不管是CNFTA 加入TPP還是什麼東西 其實喔 那個是 要加入這個東西 是要有戰略的 是要知道你台灣的強項在哪裡 然後你去談 才可以 不是說加入的 就是談成的 但是台灣為了國際政治的問題 台灣都是為談而談 為談而談 我舉這個例子 台灣大概只有談成的 就是台灣跟紐西亞 2013年簽訂了台紐 經濟合作協定 台紐 經濟合作協定 談成的 台灣幾乎是第一個 前面也有談啊 但是都跟那種很小的邦交國 貿易額一年可能幾百萬台幣而已 那這個是比較大的 他談成的 2013年 那大家知道嗎 為什麼會談成成 而且這個事情很多人不曉得 既然會談的人 表示有人得利 有人受害 都是這樣 那你知道嗎 台灣出口到紐西蘭 台灣出口到紐西蘭 最大的一個金額跟產業 是中油的五千汽油 中油五千汽油 非常高的 他第二名的腳踏車 高非常的多 因為紐西蘭 本身沒有任何的製造業 紐西蘭沒有工產 甚至 因為他的汽油是直接進口 所以我們台灣 我真的有一次 是因為 紐西蘭說 你們台灣進口 紐西蘭的汽油的關稅 也會降低 那台灣就有利了 台灣那個 那個中油的 那個汽油的出口就會增加 讚 他們競爭力提升 那紐西蘭要什麼 紐西蘭說 好 那我的汽油 對 你進口到紐西蘭的降低了 那我要什麼 我要我的農產品 賣更多到台灣 所以呢 紐西蘭的 紐西蘭進口到台灣 最大的金額 就是乳製品 跟農產品 水果 還有牛肉 這些東西 那台灣會說 台灣當時為什麼會簽訂這個 大家就說 因為 台灣又種 又沒有人種奇異果 那台灣的牛肉 也很少 大概那個 佐水西蘭就被吃光了 台灣的牛肉 真的啊 大概佐水西蘭就被吃光 那個 在台南就被吃完了 那個 台北什麼牛肉湯都騙人 哪有什麼台灣的牛 拜託 佐水西蘭就被吃完了 台灣牛沒有多少隻啊 所以 他是這樣 要的是這個 所以他很明確 而且呢 他取得這個 他很明確 他不怕這個 汽油 因為我就需要 可是 可是我要說的是 這個過程 其實沒有什麼 很少人知道 其實在台牛貿易協議裡面 獲益的是重要 但是他犧牲的是什麼 其實犧牲的是台灣的農業 為什麼呢 我再舉個例子 你今天奇異果吃了以後 你就不會吃木瓜了 人的肚子是有限的 對不對 你吃的西異果 你都不會吃西瓜 等到 等到他的奇異果便宜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而且我們已經承諾了 在幾年內關稅要一直降一直降 對澳洲的農產品 我們會高度依賴他 但是間接的台灣的水果會被打 這是紐西蘭藥 紐西蘭是一個非常農業的強國 他知道 他紐西蘭的農產品的品質 是打片無敵手 因為紐西蘭的天然環境是太好 他都沒有農藥 他都沒有污染 他覺得在我這邊生產的 不然是滷子 可能農產品 絕對要顯現的 他是戰略目標 非常的清楚 帶動起他們的農業的發展 他們 我大概在2008年去過紐西蘭 開車 我自己租那個九人座 開了好幾千公里 可怕 你會知道說 那是人間仙島 真的是世界的一個孤島 那真的很偏遠 然後那個環境之好 實在是 為什麼台灣等不早一點 把它佔領 奇怪 對啊 怎麼會讓英國人佔領 那這個環境太好了 你實在覺得是 對啊 可是 他就知道他的競爭力 而且帶動那個 他沒有 他說 這些其實都不重要 台灣到底 發生在台灣的工作機會 這些產業才是重要的 我隨便舉個例子 其實很多的經濟 其實很簡單 很多經濟的發展 經濟的活動 都在解決他自己的問題 其實越在地化的產品 是越具有全球的競爭力 越在地化 反而越有全球化的競爭力 真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 台灣的過去的所有的經濟活動 都不是從台灣 自己這塊土地長出來的 都是要製造 滿足其他國家的人的需求 我們的中科裡面 生產的那些什麼 半導體的那些經濟活動 那些都是 for外國人 他們的需求 目標 不是為了台灣 不是台灣本地長出來的 我們剛才說 中間大家知道了 有喝啤酒的人 大家都知道 比利時的啤酒最有名 沒有喝過的人 大家可以喝 比利時的啤酒 那他為什麼會有名 修道院 他們的歷史傳統 比利時 他們有修道院 然後製釀啤酒 然後為了要修道院的收入 然後就特殊的口味 然後這個歷史傳統幾百年以後 就現在比利時的朋友 對啊這個 沒有人拼得過他 他是非常非常Local的 這個東西 想不到 而且他這種 無人 沒有人可以取代 台灣的這些 現在的這些 加裝這種場 什麼中科 什麼科 那都非常容易取代的 非常容易被取代的 搞不好十年以後 那邊就變成一個荒城了 非常有可能的啊 十年以後 那邊變廢墟都有可能 因為有個地方 如果在那邊很容易被取代的 這東西又不可能 英格蘭 蘇格蘭 劉威斯比 這種東西都是啊 那種本地的風土 它的特殊性這樣出發 台灣應該要做這種經濟的活動 那更不要說 這個刀具也是啊 為什麼這個雙人牌 德國還有瑞士刀 為什麼那麼有名 瑞士刀 很簡單 因為當時他們那個地方 非常平級的地方 所以呢 他用最少的這個鐵的產量 去製造出最有價值的東西 是這樣子出來的啊 NOKI為什麼會做出第一支手機 就是移動電話 Mobile phone 雖然第一支電話是摩托爾拉做出來的 但是那個其實是國防需求的 真正的普及的電話是Nokia做出來的 那為什麼會做出來 我們第一支的手機其實不是拿在手的 是移動電話 移動電話是什麼 是靠車子移動的電話 那車子移動的電話是幹嘛 是放在車子裡面打電話 用車子充電 那為什麼會從Nokia 從芬蘭人發明出來 為什麼 很簡單啊 他生活虛有了 因為芬蘭天行地動啊 每天開車啊 所以呢 他們就想說 然後要打電話 外面公共電話 零下二十度 冷得要死 然後所以他們想說 那為什麼我不能在車子裡面打電話 不是很好啊 所以他是從解決他們的需求 然後去想辦法 去創造出這些東西 台灣應該要這樣 台灣有太多的這個 這個產業 應該要走這樣子的路 我先 有點 我還沒講年金 我先 好 那 我先講到這一邊 好 這個 我用十分鐘的時間 來跟大家講這個 有關年金的 等一下 等一下 年金改革的問題 年金 大家都說會破產 那 第一個 年金改革 我這樣站起來講 會給自己壓力 會講比較快 剛才做得太舒服了 年金改革 大家都說 那個 台灣 有職業不均 跟聖誕不均 這兩個問題 這是 台灣的年金改革 特有的問題 特有的 因為 全世界國家 要做年金改革 大部分都是因為 越少子女化的問題 因為人口快速老化 快速老化以後 所以 他要面對這個東西 一時間說 繳錢的人 越來越少 領錢的人 越來越多 而且這一個速度 是變化得非常的快 所以他必須要來做年金的改革 但是台灣除了這個以外 台灣也面對到了這個問題 因為台灣現在退休的 六十五歲左右 六十歲左右的老人 都是戰後嬰兒草 那我們知道 戰後嬰兒草的意思 就是說 當時因為二次大戰結束以後 生了很多小孩 那一點現在都老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六十五歲的老人 他的 他的兄弟姐妹 可能都七八個 現在六十五歲的老人 都七八個 十個 一大堆 所以當時那都要退休了 可是你也知道 能台灣人口老的話 現在腳被的年輕人越來越少 所以當然會形成這個年金體系的問題 但是這是一般的問題是這樣 但是呢 台灣還有一個職業不均的一個更大的問題存在 相對剝奪感的一個問題 職業不均 意思就是說 軍公教領優候的問題 其實軍公教不是 我的問題 其實他不是領優候 是早領的問題 在現行制度下 早領的問題 還有十八趴的問題 這些東西呢 都是台灣要再一次要解決 那前面這個問題是非常難解決的 非常難解決的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都是統治者的鐵票 或是我們要嚴格來說 應該是過去國民黨來台灣統治者的鐵票 你對一個外來政權的威權統治者 他為了要鞏固他的統治基礎 他當然要討好他的鐵衛軍啊 這一些政府官員或是老師軍人 他等於就是他們政府本身的組成最核心的成員 軍人如果叛變那就完了 老師是在傳遞他的統治意識形態的人 中 再過去了 不好意思 過去了 他是傳遞他的這個意識形態 當然需要這些動身部隊啊 軍人 公務人員更是嘛 更何況這些公務人員以前 可能很多都是從中國 更要去鞏固 大家可以可想的是一個少數的一個外來的政權 他來到台灣這一塊土地 面對的這些人跟他沒關係的時候 他的危機感很大 他整天想的時候 這些人如果被 這些人如果全部公布總統府就完了啊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可想的是他 當然要對這些人 用超高的福利來拉住他 一定的啊 但是這些東西 所以當時在軍工價的推游體系的思考的時候 其實他根本沒有去思考未來長遠的財務 對一些發展 他都用近期的 對這樣我們可以來看就知道 所以這個問題當然台灣民主化以後 這些問題應該要來解決啊 而且要理性的來探討這些問題 而且要從制度上來探討這些問題 那勞工的一個部分 是因為人口老化的問題 這個勞工退休金 這個勞工退休金 那當然你看 2016年就是今年台灣的勞動力就近減少 意思說年輕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 比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還少 還少 年輕的勞工力補進來的 就是滿15歲的 會比年滿65歲的還少 那於是退休馬人越來越多啊 那他領勞勞 那個勞勞會撐不下去啊 所以勞勞116年會被破產 這個計算報告 早就已經兩三年前就公佈了 這個勞勞的這個計算 那 這個當時 因為公佈以後 被領了非常龐大的金額 一瞬間被領走 這些問題 這都是政府的推估 他們會破產的問題 這些都事實會存在 這事實會存在 因為台灣人 因為你從台灣人口的一個變化 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看到 確實會造成那樣效果 老年人口越來越多 而且老年人越活越久 現在老年人 會更少 所以這個保險體系 本來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各類保險 其實勞工還不是最快倒的 你可以看到軍人 公教退伍老師 都是相繼的 都會倒 那 這我都不講 這個 這個 倍率一直被提高 一直被提高 對勞工來說 好 這個 這是勞工跟軍官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公教退伍的月退 跟那個勞保 我們來做對比 來看就知道 知道說那個公教 事實上呢 這個 他的退休條件是非常優厚的 我們可以看到勞工自 一百零二年是六十歲開始領 但是從明年開始已經變成一百 要六十一歲 只要是民國五十一年次以後出生的勞工 都是六十五歲才能領年金 在座的各位都是啦 不是六十五歲才能開始領年金 但是呢 對公委來說 他是七 他是年資再加年齡 只要 一百零二年是七十七 他是加起來 他們從七五字要 從一百年的時候 從七五字要過渡到八五字 所謂的八五字就是 十年以後會過渡 八五字就是年資再加年齡 只要八十五 就可以領月退後 那以前是七五 一百年 一百年的時候是七五 七五是更低 二十五歲開始當老師 二十五歲開始當老師 二十五年 五十歲 對不對 所以二十五加五十 是不是七五 所以就可以領月退 五十歲就開始領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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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領月退後 可能是他薪資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甚至搞不好會百分之百 都有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太早的問題 好 那平均頭髮薪資呢 勞工是一次幾步最後三年 年紀幾步最高六十個月 平均 去算出一個平均頭髮薪資 但是勞工是用公務人員 都用退休最後那一個月算 那一個月算 公務人員呢 應該都爬到最後一個月最高 他不用增進平均 對不對 所以呢 為什麼有多公務人員 退休的最後那一年去當一個高官 就知道 他退休金非常可怕 反正大家都照顧人會退休 所以那個位置都是當退休的人去當的 他們都會喬好 那個洞呢 就是當退休的人去當的 所以一去當主管 哪怕薪水都多兩萬 哇 他退休金都要多年多少 只是用這裡 好 這個 他們每一年的所得 退股每一年的所得 替代率勞工是1.55 那公交退股是這個 反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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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但是費率喔 其實現在的公務人員呢 現在 民國八二四年以後 八二四年以前是那個 儲金制 公務人員 這N級制 公務人員不用繳任了一毛錢 就可以拿到退休金 八四年以後呢 改成這個儲金制 所以現在公務人員 大概提過百分之十 非常高 比老保還高 老保現在是百分之十 他當時百分之八 他提過了這個 總結 其實簡單來說 公務人員的體系呢 他在這個體系裡面 對現在新進的公務人員 是非常不利的 現在其實新進的公務人員 他以進去的人都會長 因為他腳相當高額的 他現在公務人員 現在進去的人 繳的錢都是讓 現在退休的人去領 繳的錢 等到這些公務人員 自己老了以後要退休 他的退休條件 會被逼得沒辦法 要提很高 所以呢 所以現在因為領很好 而且很早領這個問題 那公教人 你們就知道 過去的 其實 其實 台灣最大的 這個公務人員 他們領得高 他們領得高 不是公教退休這個體系 因為他們繳得多 所以他們可以領得好 像老保這個體系呢 老保可以領多少的錢 是涉及到這個保險 他繳費能力這個東西 就是說老保這個體系是自給自主的 政府都沒有另外再撥錢進去 但是公教這個人員 他那麼優厚的體系 那麼著領的體系 是靠政府的大量的額外的預算去撥補的 以公保來說 每一年 你可以看到 政府每一年要撥補這些 這個都還小case 這是額外要編預算的 公保 那如果是 這個公保未來還要再提撥這些 還有2500億要提撥 要填這個洞 意思說你工人員提撥的那個錢 根本遠遠不足的 因為他開出來的支票是太龐大了 那退幅也是 我剛才說的 巨額貼入 他不是保險化 你就給你知道 這一個 我們看這張圖就知道 我們公教的退休金政府 額外要用稅收 我剛才說額外要用稅收 因為公務人員他們的雇主是 就是政府 所以他本來那個公教退股裡面 65%他就要付的 另外公務人員也付35% 這個就是他們本來那個保險就要付 但我說是額外的 外要用預算來填 要花2000多億 而且這個是逐年提高 因為公務人員很多人很早就退 然後呢 而且越活越長 這些這些 這些用龐大的政府的預算去貼補 光是18%的利息 貼補呢 中央政府一年就要花600多億 所謂18%的意思就是說 但是有84年以前年資的人 好像他 他都沒有84年以前的年資 因為他們84年以後才來工作的 所以大概都是現在退休的 有84年以前年資的人 他把他的84年以前的年資公保的一次金 把他一次領的把他拿起來去存18% 他就有18%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84年 但是現在 譬如說現在退休的人 很多人在公務機關可能做三四十年 所以他84年以前年資還很長 所以他公保如果一次可以領200萬的話 那他84年以前的年資 一年就18萬 那一個月就一萬多 所以他那個18%是這樣的 那他除了這個以外 他還有我剛才說的每一年百分之二 所以他如果有四十年的年資 他就可以領到百分之八十的退休縫 反正八十的退休縫 再加這個18%下去 所以有人才會說他的退休以後領的錢 會超過他原來的薪資 會這樣子 是在這裡 因為這個18%太優勾了 一百萬就有18萬 那你兩百萬 就三十六萬了 你放兩百萬金就三十六萬 三十六萬一個月就有多少 光是18% 我剛才說還有他的退休一年百分之二 四十年百分之三十了 所以 但是這些錢 18%是完全要政府的預算去減補的 是納稅人的錢 是大家繳稅的錢 一年六百億 中央政府的退休等 再加地方政府的話 中央再加地方 因為還有地方政府 中央再加地方 加起來會有超過八百億 這個數字還是2011年的水準 現在可能更高 可能會到一千億 所以意思是政府一定要多一千億的預算 所以我們要來貼這個東西 這人不解決嘛 這被人可怕 而且他們這些人 而且這些人不是說他們都很可憐 這些退休的人都都在家裡都吊鍋了 都賣錢了 想說一領阿娘就找餵他 不然餓死路邊 對不對 不是耶 這些人都是 他可能已經領了八成薪了 以後再額外再去加那個禁 對啊 你就知道說 這個是錦上添花 這個其實 你看政府是你要花這麼龐大的 一千億 剛剛你來想想看 這個多龐大的數字 而且這個錢應該要給嘛 就是他又不是已經全到那個 所以這個問題是非常的 導致很多地方政府根本欠錢 欠不出來 欠錢 欠很多錢 欠很多錢 這很多地方政府 我知道像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他一年的磕稅的收入 比起要負擔這個還要少 屏東縣政府他自己的一年的年度的稅收 光是拿來去付退休人員的這個 退休的錢 他們的稅子就已經付完了 總稅收 那怎麼啊 這個很離譜 所以這個年金改革 有非常多的這些問題 那怎麼解決 其實 我們有提出一些年金改革的方案 在年金改革委員會 明天團體都有提出一些訴求 希望在這一次 在年金改革委員會 能夠得到解決這樣子 所以 老保的部分 其實他擴展 他可能也會有所調整 一定會有所調整 他會讓這個制度永續下去 未來 可是大家都已經要到65歲才退了 所以呢 可能會再做為田 可能未來的那個保費啊 但我覺得 老保的問題比較小 是他都年紀化 然後他很龐大 他都稍微調整 而且他沒有花正名毛錢 他在這個體系自頂自主 最主要公教退伍的是 他用龐大的預算來評 好 就講到這一遍 好 我們先謝謝那個 張執行長 剛剛有講到年金 大家知不知道年金有 好像是有分三大年金嗎 國民年金 勞 國民年金勞 老退 如果以年金來說 國民年金 還有這個 一般是國民年金跟勞工 不然就是退休 勞退是 勞工的上面 是勞工的上面 那個不叫年金 那是企業給的 其實我是想簡單一下 就是宣傳的本書 因為有大概翻過本書 然後書裡面也有 就是對於這些年金的一些政策改革 其實他們也很 就是在書裡面都有一些簡單的簡介跟他們想要改革的方向 那有興趣的朋友等一下回頭也可以看 那我就是簡單做一些簡潔 就是總結的部分 就是大家可以從今天的討論過程中可以知道說 所謂的自由經濟其實有很多的迷思 不管是在數字上 或者是之前大家聽到的說 好像是不是越開放 我們經濟就會越好 那從今天的分享的 分享的Point可以看到說 答案好像並不是政府說的這樣 那也考慮到說所謂的戰略性 我們在跟一些經濟體跟一些國家簽一些貿易協定的時候 是不是有考慮到所謂的戰略性 那還有我們一面的開放 那有沒有考慮到我們在地的經濟 我們到底想要發展怎樣的在地經濟 才能帶動整個國家的一個經濟的發展 那還有就是最後提到年紀的部分 我覺得這部分不只是 應該說是每一個人都需要關心的 也許你已經是準備退休的老年人了 那你也應該關心 到底這樣子一個不合理的制度 會不會再留子孫 年輕人更應該關心 對那如果是年輕人你就更應該關心 因為這樣子一直下去 我們的負擔一定會越來越大 那我們到底怎樣去面對這樣一個惡劣的挑戰 我覺得是大家都需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那對於今天的分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 我們先簡單收集三個問題 這邊一個 那還有朋友想要問問題嗎 對於今天的這個議題 那我們就先答問 就今天的演講來講 第一次形態上它是反自由貿易 反資本主義 那也許覺得沒有那麼嚴重 不過就是說它是試圖對現在的一種螢幕差距 跟資本主義做一個修正 那我是提出一些 一些思考 就是說 呃 當然我比如說我們要 要縮點螢幕差距 它要提高這個稅 一些資本利得稅免的 可是台灣的狀況是 資本因為太自由了 導致於說 你只要一提高稅 所以很可能很多的大支大企業財團 資本家 他就要錢搬出去台灣 那你其實的稅月高 他就把六個都寫出去 那目前似乎沒有什麼方式去有效盤 所以說怎麼樣你提高稅 但是這些企業家資本家財團不會 因此就離開台灣 那這個部分想請俏一下 有沒有什麼解決之道 這個問題當然是難題啊 不然才不會有巴拉馬為見那個書啊 那因為我們這個 這本書裡面也有討論稅制 但是那個是對現在既有在國內發生的 這些稅制的公平來做檢討 那你剛才說的 確實台灣有太多的 譬如台商好了 他大概第三地啊 或是怎麼樣 透過很多的轉手 這樣停過他這個稅 那我覺得 他即使轉出去 他最後最終還是有可能會丟回來 他可能用什麼形式 所以譬如說像這種遺產稅啊 為什麼有人就是說遺產稅一定要刻 因為你到最後一定會留下來這個遺產 你前面刻不到 最後還是刻你 不過其實如果台灣 透過這種國際的租稅協定 如果台灣真的要跟其他國家簽訂這個自由貿易協定會怎麼樣 這種租稅協定的合作 我覺得才有可能防堵 雖然現在在這個目前這種 這種很多紙上公司的非常難防堵 不過我覺得你只要有心的話 譬如說台灣跟中國你要簽福貓 好啊如果你要簽的話 那租稅這個問題是不是要一起來處理 所以大家共同 才不會有這個 在那邊台灣的那些有錢人 都自殺海外的這些問題 台灣的租稅負擔率是全世界最低的 對沒錯 沒錯 租稅負擔率是全世界最低的 對阿那台灣可以投資 對啊 所以我意思說 台灣的租稅負擔率 意思說 租稅負擔率 就是說台灣的這一個 一年收的稅收 下面的分補就是我們的GDP 國民生產毛額 去算 台灣只有12%左右而已 今天全世界最低的 一般的國家都在20% 30% 美國20% 歐洲國家可能到現在接近30% 40% 那台灣的稅已經這麼低了 但是好像 譬如說 租稅好像要越低 人家才會吸引人家來投資嘛 大家都用這樣子的角度 稅低一點 讓人家企業才要來投資 先讓企業發展 就根本沒有 台灣的稅這麼低的 企業還不來投資 那很多國家 你說北歐他們的租稅 那麼高 那他們還不是在投資 可是到底是在搞什麼的 沒有 如果台灣說 因為降低的低稅 那現在台灣的基地 應該最好的才對 而且一直降一直降 所以 沒有 其實這個 減稅這個東西 都是這些政商關係 的利益交換 講白一點都是這樣 你說它會增加投資 對 我說你講廢話 嘿 好 根據也是剛剛這個 那個先生的 再去追問 就是說其實 我先講 就是說 之前我看過一本書 那 他的大意就是說 你要追求公民 爭議跟追求經濟成長 基本上是很難完全堅固 大概就是得取勝 他的論證是說 把世界各國 歷史上所有的政策 他不管他是要做 加稅 還是說推社會 合理這些公民 爭議的政策 或者說他要推 四季投資 這些經濟成長的政策 全部拿來做一個 比較檢視 然後結論是說 你只要追求經濟成長的政策 一出現 經濟成長就會拉大 那你只要這個 要追求公民正義的 這一塊的政策 一出現 經濟成長就會拉大 那他的結論就是說 這個兩者就變成是一個取省 就沒辦法 是一個兼顧 那就是說 那所以這個可能也是因為 台灣現在的困境 就是 你今天 你說提高稅 會不會導致這個企業 這個資本加外移 你說完全不外移 好像也不是 因為現在明明就有很多 避稅天堂管道 他是會出去的 那你說完全就一定 全部都出去也不見得 因為企業家他還是想 留在台灣 他的家庭什麼 一些親友等等 他也是在台灣 所以他最後 他會有一個 一個最適當的比值 就是什麼樣的稅率 他是一個台灣最optimal 最好的 他只是說 現在對於 不管是 稍微走拍點的經濟學者 或者是稍微 右拍點的經濟學者 對這一件 這個optimal 他可能是有爭議 然後他需要很多的 大量的實證數據去認真 那我隨便舉個例 就是那個 美國2008年 那個 東北經濟學長歌組 叫特曼 他是大力去批判 所謂 減稅就一定能 刺激經濟成長 這件事情 然後他是批的 那個 學派叫做 攻擊面的經濟學 那個也就是 超過小戶西 一直到老戶西 這個共和黨 這一批 雷根這一批 很喜歡搞的 這個檢測政策 他是 特曼是強烈批判這個 然後主張應該加上社會獨立 然後他呢 用了很多實證數據去論證說 如果提高了分社 福利 或者說提高一些資本利得稅 並不會導致 嚴重的這種 經濟成長的減少 他是有這樣的 其次很多的實證數據去論證 那我覺得說 如果台灣真的要 在論述上要去 建構說一個 對公平正義的經濟分社有利 他需要更多的調查研究 跟實證數據 那 可惜說 台灣那些經濟學者 他大部分就在做一些 好像美國 美國的那種 就是 國際那種學術 學乏的那個 代工 那樣是這樣 他替人家做很多實證的研究 然後 在國際上去 佐證別人的理論 那這比較可惜 那所以就說 呃 真正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還是需要更多 很新年廣泛的一種 一種 一種 事變 然後還有調查研究 那當然 這個 以我個人來講 我剛才是支持 老公 政策這個 就是說這個 政策這個大方向 往 比較 資能力的稅好 然後 建構社會獨立 一百個年金等等 這些 去做 那我是支持的 好 謝謝 還有人有問題嗎 還是有沒有想要分享 我們就開放最後一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要不要請執行長 就是 針對大家 還不要再做個總結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 想跟大家分享 好 那個 呃 就剛才說的 其實台灣目前 稅已經這麼低了 那其實經濟 也沒有吸引國外的投資 也沒有 所以 我覺得台灣 雖然已經政黨輪替 再次輪替 那我就一直覺得 所以說 我們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觀 也要問題 最起碼要有一些辯論 我一直認為需要一些辯論 嘿 但是 如果我要嚴格來說 其實 目前民進黨真的上來 他對於經濟發展觀的思考 我覺得沒有給我很 就是 很大的改變 其實他沒有講得很清楚 如果你注意去看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需要辯論 像剛才他說的 其實那種東西應該要 國人要有辯論 在國外都是有很強烈的辯論 但是在台灣 說到減稅 大家 包括一般的人都高興 包括一般的人 但是其實最高興的是那些大財團 但是一般的老百姓 對啊 就是要減稅 但是他不知道 減稅以後 帶來的國家 他的財政負擔能力越降低的時候 他政府應該要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務 其實會越來越縮手 他越來越沒有籌碼做這件事情 那很簡單啊 我減稅 好啊 可是你們的學費越來越貴啦 不管是公益大學實力大 也越來越貴啦 因為 他政府沒有錢 來付這些本來的教育投資 對啊 很多啊 還有包括原來有的福利 還是很多 那 可是我們一般人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 這個台灣也有些深層的問題 因為 因為最起碼台灣人 對於這個國家的想像 在過去 一直認為這個國家是一個破壞者 破壞人民的人 所以呢 我對這個國家跟人民之間的關係呢 我是一種防衛的心態 我是覺得你這個國家是一個壞蛋 整天要來搶我的錢 所以我是防衛 所以你繳稅 我盡量能夠逃月 逃稅 才是這個 一般人民的共識 對 逃稅 我為什麼要繳錢 傻瓜 對 他跟國家之間不是一個 信任平等的關係 那西方國家來說 他覺得 我就是要繳稅啊 因為 我繳更多的稅 我趕快要繳稅 為什麼 我繳稅以後 國家會有更多的 這個資本 政府的成果 來照顧一般老百姓的生活 我這些教育 我這些福利 我這些 我老了以後 我小孩子 都 國家都可以來照顧 那我現在繳稅 繳多一點 也沒有繳多少錢 但是我以後 他跟國家的關係 是這樣子的關係 那台灣 我覺得那個有時候是 屬於台灣 過去的 那個 跟國家 要拍攏嘛 投尾嘛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台灣 進入民主化以後 這個思考要改變 這個國家是屬於人民的 是你們 大家 我們這些人 要投注 他是要替你服務的 是這樣 要改變 他不是一個好像一個保護智責 然後 我們家裡的錢 好像金馬封藏的民主化 然後 如果哪一天 就對公進來的時候 我可以那個黃金一帶的就走 大家都在想這個 國家是一個 是一個那樣子的一個 好像很可 不是 我覺得民主化也會這樣 那這種東西 你唯有這種東西 慢慢改變以後 其實你對於繳稅這種東西 你會覺得對啊 而且繳了以後 你會覺得可以提 很好 我當然要繳了 那種榮譽 那種 是羅家的這種餐 好 這以上的 這一個小小的回憶 很希望呢 很高興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 希望以後呢 我們還有機會 能夠 來台中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張主持人 那剩下的時間 我們就交給我們的 開堂主持人 很快 預告一下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要來談 有關教育的部分 就是 現在在講 國教 或是在講 所謂的翻轉教育 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沒有聽過 所謂的學思達 等等 因為現在很多線上的開放課程 到底是不是在教室當中裡面 還是以傳統的講述法 來去進行 還是說 開始翻轉 那個翻轉的意思是說 教室裡面的主體 應該不是只有 站在台上的老師 而是坐在台下的 學習者 所以下個禮拜的獎題就是 上學學什麼 可不可能會 慢慢轉變到一個 以學習為主體的教育 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感興趣的話 歡迎下個禮拜一起過來 我們後面也有哲學星期五的一珠香 如果你身上有些零錢 或是覺得 希望能夠像這樣的講談 能夠不斷的持續辦下去的話 也歡迎各位 能夠在AKI的時候 把你身上零錢 那不限進了多寡 只操路比較輕 但是覺得 願意的話也可以把它拖出進去 那謝謝各位今天來哲學星期五 下個禮拜再見 晚安 公平經濟心難圖 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翻一下 今天買的話 一本是250 謝謝大家